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猫 今天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小火锅摆在这边 就知道我们要回到 我们的小火锅系列了好不好 那你们可能会很纳闷 诶 为什么摆两个小火锅 难道今天又有贵病要出现吗 并没有 今天我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两个小火锅呢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解答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要拍的小火锅跟以往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要煮的这个东西 它原本就不是小火锅 是因为在这个资讯量爆炸的这个年代 我们必须挑拖传统的思维 我们必须要有创新的idea 对 我们不能就是 让传统的想法把我们局限制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煮的这个东西 它也是火锅类的 只是它本来并不是小火锅 那我就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竹尖外带 哎哟 然后今天为了要拍这个系列 我还特别去这个五金行里面买了 纯正的雄狮保温糕 也就是九金糕 那你们看到这边这个量 这个蔬菜菜盘 这么大一盒 这个小火锅是绝对装不下了 那既然一个装不下 我就用两个嘛对不对 然后这一袋就是我们刚刚装的酱料 这个他们那边的这个麻辣牛鱼酱 还有那些有的没有的 那一定是要给它装一下的 好 那这边菜都拿出来之后 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点的品相呢 是这个 我点什么 好 这个牛板键 然后这边就是菜盘 好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好不好 然后等一下看看要再怎么去分配它 好 再来就是我们汤底的部分 我点的是石头汤底 石头汤底它这么多 等一下应该也是装不太下了 所以我等一下也是稍微给它适量的分配一下 不过在煮之前 我们先来分配这个锅底的部分 那再给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小火锅的姿势 基本上遇到这种青菜的部分 咱们高丽菜还是必须给给它铺在下面的 青菜 把它摆一圈 然后这种只有一个的就随便丢了 芋头 这个有点难煮 这感觉特别难煮 这等一下应该煮完之后还要再放在锅子里面稍微让它加了一下 然后玉米也是特别难煮 两边都各放一个特别难煮的东西 哎呦 刚刚好耶 这样分配起来刚刚好是两锅 然后虾子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就是快起锅的时候再加下去 肉品它比较高级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小火锅等级的 我不是在歧视小火锅 是因为小火锅它本来就是比较价格比较平价一点 比较亲民一点 那他们使用的这个肉可能不会那么的高档 但是也是可以吃的 不是也是可以吃 也是好吃的啊 只是 嗯 他们可能通常用的是混合肉 就是混合肉通常都是需要煮熟再吃嘛 这样对身体比较安全一点 那他们像这一种应该就不是混合肉了 应该不是吧 他们不会骗我 好不管反正就是意思一下铺个鸡片 政治我是真的不熟啊 但是和牛我是一定不会吃全熟的 看一下喔 这就是我们两锅 应该说其实就是一份啦 就是一份 一份图间 然后它用小火锅装饰两锅 OK 然后我们进厨房 直接来料理一下我们这两锅 OK 想来到我们的厨房啦 这边是我的汤底 我刚才已经把它倒出来了 超级大一碗 这个大汤勺 准备把这个汤给淋下去 这样可以超多 哇 这石头汤底是真底香 难怪我们这么喜欢吃厨房间 汤头好的火锅店 是无敌的啊 基本上是无泥的 然后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厨具 就剩两根夹子 没有别的了好不好 欸欸欸欸欸 这个火太大了 太火爆了 不要这么火爆 把这些比较难熟的东西搓下去了 把这些比较难熟的东西搓下去了 把这些搓下去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啦 逐渐它这个锅物 好像有一些 比较不像小火锅里面的料 那么容易煮熟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包蛋 这应该就是比较难熟的东西啊 然后芋头就不用讲了 但是它这个豆皮 它这个豆皮 跟我们一般小火锅吃到的豆皮不一样 它是一圈的那一种 所以通常要煮久一点 我没事我们的火力够强 FIRE ALWAYS BETTER THAN INDUCTION DOES 嘿呀 欸说实话 我是真的有点担心这个芋头 它真的 还是硬棒棒的 好 我来打个蛋吧 哎呀 蛋爆了 靠腿 然后我放个夹子 然后就把它搓下去 搓下去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关注了 好 那我夹子拿着手 火锅跟我走 上菜咯 OK 好了 这个很快就煮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弄酱料的部分 我在店里面都先调配好了 就是基本的这个 日式青酱油 麻辣牛逼酱 大蒜啊 洋葱啊 不要倒出来 但是想了一下 好像还少了一个味道 没错 就是我们的 胡麻胡辣 我今年最推荐的辣油 胡麻胡辣 我今年最喜爱的一个品牌 等一下 这个好像 汤汁太大了 靠油 给它挖个一小匙 这个很辣 这个蛮辣的 很多人都买回家说 这些屁股辣都快被开花了 OK 那个肉片先拿出来吃 不然它越煮越老 好 各位 小火锅有救了 近三妈以后 吃到第二好吃的小火锅 就是用煮煎煮的 没有 其实我只是单身觉得 市面上没有什么好吃的小火锅 说真的 算个牛肉下去 那些不吃牛肉是体验不到这种乐趣的 算一算下去 马上可以拿钱吃 吃一下这个豆腐 嗯 我仿佛经历了这个黄豆的一生 从它种植 到那个长出果实 然后长出结出这个豆莢 真的有搞头耶 真的有搞头 通常我都是想要把 很廉价的东西做得很昂贵 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把小火锅煮成高级火锅 我逆其道而行 我逆向思考 我把比较高贵一点的东西 用平价的方式来煮 一样是行的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我单纯不喜欢 日式火锅料 可以了可以了 看在他们汤底这么好喝的份上 什么火锅料我都原谅了 这一锅我都还没动 这个芋头不知道煮熟了没 豆皮应该可以吃 好香 口感上面还是硬了一点 我通常在店里面用那个 Induction stove 电池炉煮 通常会煮久一点才能把它拿在这里吃 那我就用大火快煮 它这个豆皮还是很难煮得透 所以我才说我比较喜欢吃另外那种豆皮 它比较好煮得透 而且它味道我觉得也比较香一点 那这种它就是 嗯 比较吃口感 你们真的啊 不想在店里面吃啊 可以叫个外送也好 也不一定要吃竹煎 就是任何那种 额 涮涮锅 我自己在家那种 不会出给在店里面吃啊 外带还有打折 只剩你喝不到饮料 和吃不到冰淇淋而已 所以要在家里面享受呢 这边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试试不快没火啦 我肉还没煮完 不好意思 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以前当员工的时候 是怎么办法夾火的 我现在这个料也吃得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来加个火 那我们以前加火呢 就是一个人要拿着酒精膏走过来 然后把这个锅子夹起来 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 倒酒精膏下去 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打火机偷出来之后点火 把这个打火机拿出来点火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安全的考量 我通常会拿一个新的 下面这个炉子 新拿一个炉子出来 因为它怕里面会火苗嘛 这个烧山就直接爆炸了 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新的炉子 所以我必须要涉险 其实也没有啦 就是稍微检查一下 拿起来的时候 我们检查一下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小火苗 好给它吹一下 夹起来 然后把酒精膏打开 稍微加一些进去 开起来 放得圆圆的 然后 点个火 欸靠 然后 点个火 就是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可怕 好啦 也到了这个影片的尾声啦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这个肉煮下去 把这个肉都给它丢下去 吃一吃 那现在唯一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啦 就是这个芋头的另外一面没有煮熟啊 它上面这一块已经软烂了 有没有 可是下面那边 是硬的 那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OK的 就只有芋头 芋头你可能 就是拿回蛋 你要用小火锅的方式煮的话 你要出来把它切一半 切对一半 然后拿出来煮 这样可能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那与此同时 我发布影片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小琉球啦 那小琉球 我们上面应该会拍非常多的影片 我现在已经想到非常多的点子了 而且我们去完小琉球之后还会再去肯定 对马上去肯定 对马上去肯定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玩 还拍影片 那就是请你们再期待一下 OK 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大家不要太想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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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